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每週精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代論壇》 《文化前線》 鄭靜恒讚稿 題目是《真正的人》 蔡德克巴萊 三年前 基督徒導演魏勝德 以《海角七號》 締造奇跡 於是就有機會 開拍他構思已久的 時詩式電影 《蔡德克巴萊》 蔡德克巴萊 意思就是《真正的人》 影片以暴落頭目 莫拿魯道的心平 和抗日殖民行動為題材 情節集中在1930年 武社事件的過程 以全景式的歷史在現 深入地思考一個問題 究竟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呢 這個問題其實比想像中更加複雜 因為人不是貧空存在 而是在處境中生活 在影片初頭 莫拿魯道是一個少年英豪 他進取勇敢自信 生活在傳統的信仰文化環境 出草獵人頭 聽靈鳥的信息 住在深山河谷 醫祖訓成人 並且相信 四天之後會走過彩虹橋會見祖陵 而族人就西西代代按著這些傳統生活 問題是 莫拿魯道生活在中間的獵鳳 一邊是太陽低光 另一邊是彩虹暴落 一邊是現代先進 另一邊是傳統習俗 一邊是強敵 另一邊是平民 另一邊是新 另一邊是舊 三十年前 整個台灣被殖民者征服 三十年後 莫拿魯道就率領族人 打一場必敗的仗 明知輸都還要打? 有些人可能覺得很蠢 但這個就關乎到一個人 覺得什麼才是最重要 真正的人 可以被打敗 但就不可以失去自己 在三十年的殖民歲月 令到原來的信仰失去 林牧被粗暴地撼佛 孩子被同化 如果族人深信 真正的人為了信仰而死 死了之後 可以走過彩虹橋會見祖陵 那一切 又有什麼值得恐懼呢? 塞德克巴羅裏的族人 基於祖陵信仰 反抗殖民統治者的故事 其實可以和尋求社會公義的 基督宗教信仰 進行平衡類比閱讀 寶慶大立寫了一本書 叫做《靈死不屈的原住民》 《巫社事件的故事神學》 就從巫社事件裏面 看到一些神學的主題 反押迫 反宰制 反勞化 反歧視 都是上帝賦予人性的本能 以維護生命的尊嚴 新章公義 是上帝國的特質之一 原住民在《巫社事件》裏面 反押迫真自由的行動 不僅新章了上帝的公義 亦都是耶穌道成肉身意義 而體驗在原住民的奮鬥之中 雖然 影片的題材 是很地道台灣的 但難得的是 偽勝德 深入理解這一段台灣歷史 並且從日本人 族人 同化了的族人 三方面的角度審視 教人心思 抗爭 不在乎成敗 而在乎當中的異議 毫無疑問 蔡德克巴萊 是真正的台灣電影 真正的史詩電影 真正的全世歷作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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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有 個 going 小惣 錢 那 有